那當然更好 所以第一個 那我們要怎麼樣可以 第一個就是讓 啟動表單的話 直接從 這個地方我增加一個啟動表單 那增加一個按鈕 啟動它這樣子 不過還是有種情況是怎麼樣呢 就是 使用者會 有時候還是怎麼樣 還會跟你講說 他找不到啟動表單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說 最好是當這個 你的Excel打開的時候 順便呢 這個表單也自動就啟動了 那當然會更好 為什麼因為這樣子的話 使用者就不用再去找 按一下這個啟動表單了 所以呢 再來就是如何讓 這個表單隨著Excel 開啟 然後呢也跟著開啟 那其實也非常簡單 如果你希望 讓表單隨著Excel啟動而啟動的話 你第一個 你要了解我前面講過的 就叫事件驅動 哪個事件呢 當這個工作 當這個Excel的檔案 Excel檔就是一個工作部 Excel就是工作部 那在Excel裡面呢 對應到的VBA的專 它的一個專案裡面的 物件名稱喔 特別注意喔 就叫做List List指的是這一個 這個什麼呢 工作部 所以呢在這裡面會有個叫 List Workbook的工作部物件 那這個List Workbook指的是誰呢 就是這一個Excel檔案 這一個啦 這一個是哪一個 反正就是 如果你現在開了邏輯函數 就是邏輯函數啦 如果是別的就別的名稱嘛 反正它指的就是這個啦 那我們要怎麼樣隨著 這個Excel打開 就自動執行很簡單 一 先把它點兩下 這個就有沒有 它就 等於有點像是 把它的物件給打開來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上面不是有一般對不對 它也會出現呢 物件 哪個物件 Wordbook 這個Wordbook指的是工作部 指的就是現在這個工作部 旁邊就是它的什麼呢 它的事件 什麼事件呢 當它 這裡面一堆啦 那我們要的其實就是哪一個呢 當它怎麼樣 被 打開的時候 那打開的事件不就是open 所以基本上它預設的事件也是open 當這個工作部被打開的時候 說我要做什麼 啟動表單嘛 那啟動表單 程式怎麼寫 對啊 就home.show就好了 OK home.show 這樣就OK了 那你把home.show打在這裡 就OK啦 另外 你可以 做一點變通 以後如果你希望 當啟動這個檔案的時候 順便幫你做什麼事的話 那你通通都可以把程式寫在 這個的下面 這個的上面 就是中間這一塊就對了 只要你寫在這裡的話 它就會當這個Excel 怎麼樣 執行起來的時候 順便去執行 那我們來試啦 不過這個試的話可能要先把這個 先做儲存 然後把它存在桌面好了 因為這比較好找 放桌面上好了 OK 假設我放一個桌面上 然後呢把它關起來 那我們來 確定一下 它能不能隨著 不過特別主要上面一個起用內容 因為它那個 裡面有VBA一定要什麼 一定要起用 起用內容的時候你會發現 它自動就打開了 為什麼因為 This workbook 裡面的workbook物件 它open了 就執行home.show 就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它的觀念 就是一個 哪個物件 產生哪個事件的時候 做什麼樣的事件處理 所以 其實在椅子裡面的邏輯 大概是這樣子 OK 所以剛剛講的 晃點show就寫在這裡 這樣都OK了 應該不難記吧 而且不用死背 這個也不用背 因為 背這個也沒什麼意思 反正你就 邏輯通了 自然 都知道了 所以很多東西 其實我都不是用背的 我也不喜歡用背的 因為背的話 你很容易忘記 但是如果你用理解的話 那變成 你就很自然而然 你在找也不會找不到 那我發現有一種也可能就用背了 你背的很快就忘記了 這不用背 OK 就理解了 所以其實 物件導向的觀念 其實大概就是會有一個 類似的 一個邏輯 那我盡可能的 當然不是 盡量把邏輯告訴各位 然後你們用理解的以後呢 自然而然有些可能 即便沒有講到的 你也可以自己去把答案找出來 所以像很多東西啦 同學 老師怎麼會知道 我本來也不知道 我因為我知道 他的邏輯 所以我去把它找出來 調用出來 用就好了 像那個 前面講過那個什麼 匡限物件 波德斯 有沒有 其實我本來也不會用啊 那因為我知道 他的邏輯 是這樣 因為裡面有屬性 有方法 我只要把他的屬性 給叫出來 那個名稱 其實都是很簡單的英文啦 不是很複雜的英文 那你可以 去了解他就可以知道怎麼用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已經把表單 假設啟動了 可是現在呢 程式假設 我已經寫好了 那我需要做什麼 需要輸入一個人的名字 對不對 然後呢 他 輸入他的成績 不過這個時候還沒房呆 那我就 以正常情況 就是先不講房呆的 就是 都是正常的 名字 AA 然後呢 按新增的時候呢 我希望怎麼樣 幫我把資料 這總共四個 填到這裡 然後並且算出平均 然後平定這兩個 這個可能不用啦 因為VBS是多出來 所以其實可以不需要 大概就是這些 按新增看看 有沒有發現 自動就丟過來了 不過我已經寫好了 不是 你們不會啊 你們不要等一下按下去 老師為什麼你的可以我不行 因為我有把 因為我要先 讓你們知道一下 那背後到底做什麼事 那其實撰寫程式 基本上也不難 主要你要先 瞭解你到底要做什麼 的邏輯 或者叫 步驟 你先知道之後 再去把程式寫出來就OK了 只是說因為我們上課沒辦法 有些地方可能沒辦法講得太細 那你只要了解 1 我希望做什麼呢 輸出這個 總共會有那個幾個 總共有四個到這邊 所以 第一個我就是用追蹤的 我前面講過 假設我今天要往下追蹤的話 還記得吧 我可以用Range A1 或者Range 不過這邊補兩個字 你們如果沒有補姓名兩個字 把它補一下 因為如果你沒有補這兩個字的話 你把它Ctrl向下 有沒有 這邊如果 Ctrl向下 它會卡在這裡 那如果你是 補兩個字 Ctrl向下 Ctrl向下 就會自動 移動到 你這個範圍的 最下面一列 那我就利用同樣的邏輯 同樣的原理 所以我用Range A1 And 刮弧 XL Done Role 前面也寫過了 去抓到什麼呢 抓到我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那但是我要 這個位置 它回來會告訴我是8 但是我未來要輸出的應該是9 所以把它加1之後 丟給一個變數 也許是R R那個變數呢 就先幫我儲存 8加1就變9 對不對 那接下來我要輸出什麼呢 把剛剛的這些 我輸出的東西 分別放哪裡呢 假設我今天呢 輸出 這就把這幾個東西 怎麼樣 分別輸出到這邊 那我前面講過 後面的 丟到前面 中間一個等號 還記得吧 有沒有 所以呢 我們這個上面的名稱 假如你沒有改的話 他應該叫 Text Box 1 點Test 點Test 指的就是裡面的東西 然後呢 這是2 這是3 這是4 分別丟到哪裡呢 丟到那個 R列的 A欄 R列的B欄 C D 分別把這些 丟到這邊來 那寫法怎麼寫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我們直接 切到哪裡呢 切到這邊 寫的方法是這樣 1 先確認一下 這個東西 的名稱 如果你沒有改過的話 他的名稱叫 Text Box 1 理論上是這些這個名稱 如果你的不是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它改成跟我的一樣 有沒有分別是1234 有沒有 如果你的順序不是1234的話 請特別注意 把它改成1234 之前同學也是一樣 好像把它刪掉 順序不對 就程式就會有錯 第二個的話呢 程式 要寫在哪裡 就是當 這個按鈕被點 點一下的時候 所以點一下的時候你把這個點兩下 點兩下 它會跳出什麼呢 一個事件 什麼事件呢 其實我先把這些 先Delete掉 這個我剛剛寫的 然後把它先 D掉 好 那其實點兩下之後它會出現什麼 這個叫 Commend Button 1 被Click Click就是它的事件 這個物件 被點擊之後要做什麼呢 第一個我先 用R去追蹤什麼 追蹤最下面的列 所以我這邊可以用Range 這前面都有寫過啦 所以 只是熟不熟而已 點什麼 點End 最下面 刮弧 刮弧之後它會上下左右 你用選的 最下面 後刮弧 點肉 點肉 抓到它 最下面一列 是哪一列 對不對 加 1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就有個R R的話就是知道 9嘛 OK 所以呢 那我要輸出什麼呢 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 A欄的 第9列的A欄 怎麼寫呢 Sales 儲存格嗎 哪一列 R列的A欄 等於什麼呢 等於我們那個 表單裡面的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怎麼怎麼叫呢 它叫做Texbus Tex BOX 1 有沒有 點什麼呢 裡面的東西叫文字 Tex 好 這樣的話呢 它就知道說 把 這個東西 幫我搬到這裡 應該可以理解 應該不是什麼太複雜的東西 有點像什麼 把資料放 丟過去有點像轉移而已 那後面的程式會寫嗎 C 貼上 因為我有四個對 所以就是把它改了 B C D 意思就是我要丟到哪裡呢 A BC D 丟什麼呢 12 34 這程式第1個階段就寫完了 有沒有 應該可以懂了我起嗎 沒有很複雜喔 其實不用把它看得好像 只要你程式理解了 然後 一個 把這邊都丟過去就好 你執行來看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 先 BBB好了 Enter 然後就 輸入一些假的資料 按下新增 看會不會OK呢 有沒有 OK的 只是後面還有啊 平均 平定 跟多重 沒有 沒有沒關係 再補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第1個階段 我們就 點兩下 把這些 寫完了 寫完之後呢 再來設計平均 平均的話 他應該是 把這個應該是什麼 平均的話是放在1欄 那平均的話是 什麼呢 應該是 成績怎麼來的呢 這個 123 相加之後除以3 有沒有相加除以3就好了 所以呢如果要平均的話 就等於 把什麼呢 把那個test box 這個 應該是 應該是2啦 2 裡面的東西 加什麼呢 加3 再加 加4 有沒有這邊改3 改4 相加之後有沒有 刮壺一下 除以3 OK 但是呢 我相加除以3 我還要做一件事就是我要取到小數點的第 1位 OK因為這邊的話小數點第1位 有沒有 小數點第1位 那我要怎麼小數點第1位外面可以包一個Round Round Round Round的函數就是 先前刮壺 1到最後面 豆點 1指的是我要取到小數點的第1位 應該這個邏輯應該可以理解吧 OK 相加 除以3 再取到 小數點的第1位 OK 不是都沒有複雜的東西 那當然你做完之後可以來demo試試看一下 再來就是 隨便打一個CCC 然後 輸入一下 不過這個時候沒有防呆 所以你這個 按新增 有了 不過你會發現 怪怪了 怎麼會是這樣的一個成績呢 問題出在哪裡呢 其實特別注意 這邊有個地方可能要注意 就是說呢 這個是文字 這個也是文字 這也是文字 那他把它加在一起變成說 假設80 加 60 它是80 60 50 這樣子 所以怎麼辦呢 記得 這個外面 請你先 轉換 成 數字 或者轉換成整數 怎麼轉 加一個C C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 Change type 就是轉換形態 轉成什麼形態呢 INT INT有整數 假設我要轉成整數 前刮弧 再加個後刮弧 這個意思就是幫我把裡面的資料轉換為數字 CINT OK 那一樣這邊 那個 其他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可以把它搬過來 按Ctrl鍵 然後加一個後刮弧 意思就是轉 反正把這三個的成績先從文字 轉成數字 文字轉數字之後有沒有 再相加 這樣就 不會錯了吧 OK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的話 滴滴滴 好了 反正就 輸入一下 新增 有沒有 這就OK了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那再來的話呢 綜合評定 多重 因為這個前面我們已經有寫過 在模組裡面 還記得我們有個方選嗎 成績函數有沒有 成績函數多重 其實這邊 要的其實就是 可以把這個 拿來用 其實表單裡面 他也可以直接呼叫模組裡面的函數 你只要丟給他要的東西 他要什麼呢 他要平均成績 平均成績不就是在 這個裡面就有了嗎 你把平均成績丟給他 他就幫你算完 再幫你丟回來 那做法上的話呢 怎麼做 這邊我們最後這邊來 看一下這邊的話是 再來就是 成績 那丟到哪一個儲存格呢 丟到 F 所以呢就把這個 先複製過來 加一個F 那他等於什麼呢 我們有一個成績函數 直接把那個方選的名稱打在這裡 錢瓜糊 他會跟我要一個什麼呢 平均成績有沒有 平均成績 那平均成績在哪裡呢 其實就是一欄的東西 所以我怎麼樣 把這個 拖拉過來把它改成一 意思就是說 平均成績你自己去一欄找 在那裡 你找到之後再幫我把 他的平定丟到F欄 那一樣的道理 多重有沒有 可不可以啊 你就把這個 再把這邊改成G 有沒有 然後呢 這邊改成成績函數加個多重 多重是不是要打錯 好 一樣啦 反正你就錢瓜糊他一樣會跟你要一個平均成績 要的東西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那個 OK就是 依然的東西嘛 所以後瓜糊補一下 好 做完了 水一下 看看會不會OK 如果OK的話呢 那這樣子 再來就是 111好了 Enter 50 隨便打個成績 新增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這一串呢 就 自動全部完成 應該可以理解吧 OK 那 可能講的比較快一點 我把重點再回顧一下 1 我們的程式應該寫在哪裡呢 寫在這裡 確定一下這四個是不是1234 如果不是的話請你確定把它改成1234 在這邊點兩下 程式寫在這裡 那我基本上就是要新增 第一個要先確定你的 最下面一列在哪裡 把它加1 丟給一個R的變數 好 然後呢 就是分別把 1丟到A 2丟到B 一次類推 然後這個是 平均 成績 那這個兩個是 呃 這個平定跟那個多重 OK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當然在雲端上也有那個 完成的程式 請個址 再向大家 感谢观看